泰山以前被迷妹稱自由時報阿布寬 哇~~ 哇~~ 這個尚名 曾尚名 說這個有沒有遇到問問歌 或是條件爛到爆硬要帶的人 我跟你講其實 很多人會誤以為說 我們可能會這個 瞧不起這種人 或者是說 好像這種人來就是拿迪賽 無效課 可是其實像我做到現在 我覺得我們的職責是在於說 不管你條件怎麼樣 你的預算多少 那我們是盡量符合客人的需求 所以有些客人自尊心比較強 會很怕被瞧不起 可是其實我們 像我啦 不是說我們 我覺得我們不會去有這種 瞧不起的心態 每個人人生都不一樣嘛 對啊 對啊 所以我們是不會想那麼多 就盡量幫忙 如果真的不行 我就直接跟大家講不行 這樣 小師哥喜歡全額付款的嗎 我跟你講 不管怎麼付都無所謂 300多個朋友 有人一定沒聽過 你去買東西 很多人都問你說 你是現金還是貸款 講得好像現金跟他的貸款有差一樣 其實我跟你講沒差 我再強調一遍 你跟車商買車 無論你是買現金還是買貸款 都沒有差 對價錢不會有影響 因為差別只是在這個錢是你付給我還是銀行付給我 因為銀行付給我也是全額都付給我 所以他這個有時候會用這種方式來作為談判的一個籌碼 你要買貸款的好像你比較沒錢啊 或者是你的比較占下風啊 等等的用這種說法來讓 讓你說不好意思殺價殺太多等等 我換一個角度來講 站在有一些客人的立場 他也會常常把這個拿出來說嘴 啊你算比較熟的啦 我現金一回都給你啦 對不對 我們不是沒錢啊 有沒有 一些客人就是比較要舞陽威一點的有沒有 他就說 啊我現金看算多少啦 算比較軟的啦 一定要用軟這個字嘛 用軟這個字感覺好像比較專業一點 然後算比較軟的啦 在某些車行的立場 你如果辦貸款 貸款還可以退佣對不對 他還會給我紅包 我還寧願你貸款 所以也不用說一副說 啊我真有的 我都很金給你啦 當然你要錢給我 不然你要怎麼買車 所以是一樣意思啦 金流有差 那你說貸款跟現金的金流有差 那是不是代表他逃稅對不對 不管你買現金還是買貸款都要有金流啊 對不對 怎麼可以逃稅 都要有發票啊對不對 怎麼可以這樣子 這樣不就逃稅了 為什麼新車現金則比較多呢 哎呀那都是一個遊戲而已啦 那新車他包含裡面還有一些補貼利息的部分 因為他他們喜歡號稱說零利率嘛 我跟你講一個觀念喔 不管哪間銀行 不管誰借你錢 好除非好朋友 或者是你媽媽對不對 親屬帶媽媽帶對不對 要不然他們借錢就是要利息 好那為什麼會有零利率 因為車商拿他的裡面的這個利潤去補貼那個利息的部分 所以什麼 欄帕跟爬籃的概念 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概念 一台車你買現金我可以便宜你5萬 可是你要分齊零利率 不好意思 其中有3萬 我要拿去補貼利息 所以 你買貸款 我只能便宜你2萬 我會不會講太快 會不會理解不能 應該還好吧 這個還蠻基礎的一個 這個數學問題 好 蠻簡單的 好年底買車 我跟你講 很多人說他過完年買車 我跟大家講 目前二手車市場的走向 你要記得 如果你打算在2月再買車 我建議你現在就可以買二手車 因為二手車來講 農曆年的前後是大月 所以農曆年前後 二手車的價格 基本上像現在已經是明年的價格 都不會再調整 下一次二手車的價格調整 是在3月4月的時候 二手車會再降一波 那是因為這個開學了 小朋友開學了 要繳這個注冊費 然後這個 4月可能要繳稅了 所以那時候 整個這個購買力會縮減 縮減以後呢 就會連帶的影響 這個二手車 也會調整價格 也會下修 所以 如果你真的在這個時間 過年前後 有要買二手車的需求 其實你現在可以開始看 可以準備買 欸 我不是在鼓勵你們來跟我買 你可以不要跟我買 我的意思是說 你在外面 你要去跟其他人買 OK了 你可以提早出手了 好不好 不要都來 我沒有那麼多車賣你們 好不好 我只要生活過去就好了 有緣 有緣 再相會 呵呵呵呵 貸不過 毀約怎麼辦 喔 本週有一個例子就是這樣 貸不過毀約 我看看我有沒有寫 我 我現在很認真 我都做筆記 要跟你們講什麼 我都做筆記 喔 那坦白說這個禮拜 我遇到一個案例是 其實 他說他付了定金 然後我問了一下他的信用狀況條件 那 坦白說 我聽完他這些條件 我認為 他貸款應該是不會過 可是對方還是跟他說會過 而且收了他不知道幾千塊的定金 那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說 你可能已經 這個錢可能已經被騙了 那大部分來講的話 呃 他們會問一個問題就是貸款如果不過的話 定金可不可以退還 基本上你們現在去買二手車所有的合約書裡面 包含定型化契約裡面都沒有寫說 假設貸款不過定金可以退還這件事情 口頭上面的契約 對方 因為對方怕你不付定金嘛 所以對方一定跟你講說 喔 一定會過 如果不過的話 定金會退還給你 好 嘴巴說完了 那我常在教大家怎樣 合約要寫 如果貸款不過定金退還 請在合約上面寫 我不要業務嘴巴跟我講說 你會還我 好 到最後再來揮 合約沒有寫什麼都不用講 好 因為有一些現在市面上很多的廣告 都跟你講 呼吸專案 雙證件來一個人免保人 好 保證讓你開C300 保證讓你這個全額貸款 保證什麼保證什麼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很多是一個廣告手法嘛 好 就跟你路上常常看到一些建案 賣房子的廣告一樣 有沒有 自備50萬 好 即可交屋 那真的是這樣嗎 那當然他希望你看到這個廣告 先去看房子 再想辦法處理你嘛 好 所以其實很多都是一個廣告的效果嘛 對不對 所以說我上次PO的文嘛 特賣會 小四汽車特賣會 全部39元起 39元起 對啊 我最便宜的是39元的一台這個模型車嘛 好 那剩下的都是幾十萬幾十萬的嘛 好 所以其實這只是 你也不能怪這個車商嘛 其實有時候他希望顧客來上門消費 所以他會用一些比較廣告化的一些名詞嘛 吸引你去 等到那些人來問我說 小四哥我發生這個事情 定金如果不過他會不會還我 等到你來問我的時候 我就知道那應該來不及了 因為你合約一定沒有寫 所以要記得好不好 注意喔 那大部分的事故車好像比較多在說車頭 如果是後車廂 被胎式修過的算是事故車嗎 那這個問題 來 第一個 事故車沒有在分前後左右上下的 好不好 基本上車子 這底盤有兩根長長的大梁 來 我們的大體老師要出來 車子的底盤下面其實會有兩根大梁 在左右側 你的引擎放在上面 如果在前方的位置 你引擎是放在這個大梁上面 然後這個 再鎖引擎腳 所以他會一直延伸到屁股的這個 備胎座下方 好 備胎座的兩側 都會有兩根大梁 好 從頭到尾延伸 大概是這樣 這邊一隻 這邊一隻 好 有兩隻 基本上 兩個大梁受損 沒有什麼好講 就是事故車了 那再來 車身結構還有很多地方都列為車身結構 例如A柱B柱C柱 都是車身結構 車頂也是車身結構 打開門以後 門檻 叫做護定 門檻 就你上下車那個冷光門檻有沒有 那個也都是結構 後葉子板 也是結構 後葉子板結構 但前葉子板 不算 勉強不算結構 因為前面的葉子板可以 用螺絲拆一拆就可以拆卸下來 然後可以換新的上去 所以有螺絲可以拆卸 基本上都不太能算是結構 所以為什麼後葉子板算結構 因為後葉子板沒有螺絲 後葉子板你一旦碰撞了 你只能切 切 整片切掉 拿另外一個新的來燒上去 有切 有燒 有汗 就是事故 好不好 所以不管前後左右上下 都有可能是事故 不是只有車頭 好 所以後備胎做的部分 你可能就是一些後備胎板 後排版 如果說有切燒汗 老師在講要聽 有切燒汗就是事故 好不好 好 下一個 第二個問題 中古車商一開始車價沒比較便宜 說會處理好 給了定金 交車前說 車子要保養維修更換零件 費用卻要我負擔 請問是正常的嗎 他說每家試車完後有問題 後續檢查維修保養費用 都是消費者出 不然會沒有聯盟保固 這我之前常講 第一個 他要幫你整理到什麼程度 他幫你處理什麼東西 合約有沒有寫 合約有沒有寫 然後再來第二個 我常在講說 有一些大部分的聯盟的這個保固 必須要去啟動保固 啟動保固之後 你要花一筆費用去保養 甚至維修 那這個都是消費者負擔 沒有錯 那我講了 你既然選擇了在這樣的聯盟 買了這樣的車 那後續的啟動保固的費用 你只能照著他的這個規則走 你如果不照著他的規則走 你不去花錢去整理這些東西 你不去啟動保固 那就是沒有保固的意思 所以我其實我前兩個禮拜有講 討論過這個事情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一個 我講的隨波逐流的東西 就是如果今天 我們在賣之前 把這些東西弄到一個很含糊的地帶 說有沒有保固 有一年兩萬公里 有 好 等你買了之後才說 你要去啟動保固 才有一年兩萬公里 你要付某種程度的費用 你才有一年兩萬公里 再來 這一年兩萬公里 是這個有分項目的 保固手冊拿起來 你看我們上面寫的這些東西 才有一年兩萬公里 剩下的都沒有 那是他的規則 所以你在買之前 你如果不把這搞清楚 買了之後 你才發現原來 廣告上的一年兩萬公里 兩年四萬公里 三年不限里程 那個都是 只是一個廣告的效果而已 好 他只跟你講一年兩萬公里 他沒有跟你講 要啟動保固要付費 還有他的零件 是有這個限制的 是有規定 有規則的 那我覺得不能講 聯盟車商錯 他就是照著這個規則 去賣車而已 所以消費者這一點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那等到你買完之後 他說要幫你處理的東西 你合約沒寫 然後才跟你講 這是你要自費 那也沒什麼好講 現在這個講求法治的時代 我就說了 他要送你一個行車記錄器 欠你一個頭枕對不對 欠你一個什麼倒車雷達 你都必須要在合約 寫清楚 OK 抬頭顯示器會影響車子的電腦嗎 不知道 說真的不知道 真的只有那個車 車商系統商知道而已 我有聽過會影響 但是我之前我那台218 掉下之後就再也不敢裝了 因為我不知道啊 反正這個東西就這樣嘛 事後論結果論嘛 這個車掛了 反正如果你是原廠 你怎麼怪 怪到最後說 誒誒誒誒誒 你有加裝點焰器 對不對 我跟你講就是這樣嘛 你們聽到一些火燒車的案件 有沒有新聞 然後查查查 哇哇 車商來了 哇看看看 哦哦哦 你有加裝那個點焰器的那個 有沒有 手機充電線不符合規格 有沒有哦哦 你加了負極接地線 哦 哦你給人家改了什麼 倒車雷達 哦 你給人家加什麼行車進去 所以燒起來了 不是我的問題 所以人家說那個 有時候保險理賠的時候 就是這樣嘛 保的時候收保費很快 啊你要這個 爆出險的時候就不一定了嘛 對不對 我上次看那個 不是有一出有沒有 好幾個女生拍的 那是瞞天過海 是不是 第二集是不是 那個珠寶保險的有沒有 那珠寶都被幹走 有沒有 有個保險員就要出來 對不對 因為要賠錢啊 他要出來查看看 哪裡有問題 有沒有 不想賠 有沒有 有個胖胖的保險員出來在那邊查 查這個案子 我記得是那個誰演的 安海社會有沒有 你知道我在說哪裡出貨啦 好反正就是類似這樣啦 小資哥請問 換錢保桿 會影響二手車價嗎 其實不會 錢保桿其實不會 但是保桿 要注意 保桿裡面有一個 T字型的一個內鐵 保險桿鎖在那個內鐵上 如果那個內鐵換了 有可能會影響價格 打100個星可以打廣告嗎 不行 不行 我們這個打廣告 第一個 打廣告有幾個 不是你付錢就可以打廣告 我們打廣告是我們親身知道這些東西 有使用過 我們才讓你付錢 不是你付錢 我就做 我就幫你打廣告 第二個 也不是你提供我東西 我就會幫你打廣告 但是呢 也不是每個都有付錢 我坦白說 真的不是每個都 我不是每個都有收錢 有些是 有一直在看我們的直播就知道 有一些是我們的好的顧客 那我們知道他做生意態度很好 或者是我們知道他產品好 我們自己用過 親身用過 好朋友 大部分是沒有收錢 我們會幫你打廣告 小事哥如果明年過保 再續保五年 如果當下不續保之後 不能保 但原廠零件保養都超貴 自己有認識的保養廠 價差很多 不知道小事哥的想法 我覺得這跟保險一樣 就跟你問我說 小事哥我要不去保癌症險 小事哥我要保意外險 可是其實我不能跟你講保或不保 因為 明天跟意外哪個先來沒有人知道 所以 通常我沒有辦法給你這方面的一個建議 這個就是一個對賭的 你問我說小事哥明天這個 總冠軍戰 這個兄弟跟統一打 哪一隊會贏 對不對 我要 岔這個運財 我不能告訴你啊 因為我也不知道 對不對 好 我如果跟你講A 到時候出B 跟你講B到時候出A 所以我覺得這個 有點像賭博的一個感覺啦 保險其實就是 某種程度就是賭博嘛 那 你可能要自己評估 參考看看 那我的想法是 當然如果說你的車是進口車 零件單價很高 而且你的 車的廠牌又是這個 封平比較不好的 維修比較貴 你可能 有必要用保險費跟他賭看看 對不對 因為你贏的機率高嘛 賠率高嘛 對不對 大家都會算賠率嘛 有沒有 那你自己去換算看看 划不划算 那你如果覺得 比如說 Toyota Suzuki 啊 還是有的沒有的 Holo 外面也沒有的錢 那個 欸 我覺得我們勝率不高 那我們就 不要跟他賭嘛 好 簡單講 其實我覺得這樣 自己評估好不好 我的208減速的時候 副架子說有類似 彈珠滾動撞擊的聲音 能不能給個方向 你要不要看有沒有東西掉在那邊啊 對啊 例如說 咱那邊有聲音了 其實我覺得 抓那個 異音最容易的方法 一定要兩人以上 我們跟柯P也常常幫客人抓聲音 一個人開車 知道聲音從哪裡來 一個人在那邊找 這最快最簡單的 我跟你講很多修理場都這樣抓聲音 要不然你永遠抓不出來啊 你到修理場一直形容 一直形容 它也是一知半解 最簡單的就是怎麼樣 直接開上路 我跟你講就副架子說下面 你叫修理場的人 你朋友坐在那邊 往下找 找那個聲音從哪裡來 是裡面還外面 上面還下面 左邊還右邊 一下就找到了 哪裡在共振 以前我們跟那個朋友 改車 互相幫忙抓隔音 有沒有 很像那個猴子 互相抓跳肘一樣 一定要兩人 西半同行 才有辦法處理 Livina後面的英文代號 配備有差很多嗎 有推薦哪個代號 喔那個很複雜耶 加龍 什麼S 什麼B 什麼L 什麼H 對吧 你說黑 那我也搞不清楚 我跟你講Livina最簡單 一般Livina 我們看配備就看幾個 有沒有車頂行李架 好外面有沒有 防刮材質的輪乎 有沒有IKEY 有沒有恆溫空調 有沒有影音 其實影音還可以改對不對 恆溫是不能改的 那IKEY這個東西 可有可無 可是通常 IKEY在車子裡面 會被列為一種主要配備是 它有這個帶領其他配備的作用 就是說 有配到IKEY的車款 通常等級會比較高 所以很多人 在顧車的時候問你說 啊你的車有沒有IKEY 所以你不要誤解了 有時候我們問到一些車款 我們會去問客人說 有沒有天窗 可是其實不是說 我們覺得天窗很重要 而是我們知道這款車 如果有天窗的話 可能就會有IKEY 如果有天窗的話 可能就有手自排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 並不一定是IKEY是重要的 好不好 它是要帶出其他的配備來 請問值得更換離電池嗎 聽說是還不錯啦 可是我覺得 要看價格耶 其實我坦白說 我們自己車 我們都還是用一般電池而已 因為現在電池一顆 了不起2000多塊 甚至有的更舊的車1000多塊而已 那平均壽命 我覺得大概兩年 你像我 我一台車 搞不好兩三年 我們就要換了 你了不起遇到換一次 兩次電品而已 那一次就一兩千塊 那有些人是說離電池 會比較讓這個車比較省油啦 或者是這個電力的負擔比較小啦 那我覺得 划不划算 省下來的錢值不值得 我覺得要看每個人的感受耶 我是不太會去花這個錢 但我坦白說 老車蠻適合換離電池這種東西 因為老車坦白說 真的他的線路 因為比較舊 電阻都比較高 所以他我覺得 他會需要一個比較 能力比較強的電瓶 會比較好 但是我覺得 那應該也是要處理在一些負極接地的部分 可能會比較理想 你一面的換離電池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太大的作用 他說壽命比較長嘛 充放電的速度比較快 自己評估 我覺得不太一定 我是不會用啦 我是不會用 如果有離電池廠商來給我試用 我覺得不錯 我也會推薦你們好不好 因為現在我的感受 我是覺得 沒什麼差 我們自己是不會用的 10到11的52830 小獅退嗎 不錯啊 那就注意變速箱 對啊 那那批車變速箱 要注意一下 對啊 很容易撞 會叩叩叩叩叩 換檔會叩一下 叩一下 那變速箱就快GG了 小獅哥外套要賣嗎 啊外套 拿一頂來 我幫他們說明一下 好不好 啊 又要公商了 等一下再幫公商 那是我們的好朋友 對啊 來來來 我跟你講這個也是 喔這件真的讚 柯P上次影片有 QOTA 欸怎麼那麼 喔這個顏色來這邊太橘了吧 這個QOTA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是台灣製造的 這件是橘色的啦 因為這個可能有開啟一點點像那個綠幕的效果 所以它那個顏色跑掉了 那你們可以去看一下喔 因為它防潑水 所以我們人員常在那邊跑來跑去 最近又常下雨 真的很好用 而且超飽暖 我裡面喔 像這種天氣 裡面穿短袖的 外面套這個 真的防風 會爛 欸沒有這不是我賣的喔 這是我們好朋友賣的 因為我們一次喔 跟大家弄了 整間公司一人一件來當這個公司的制服 有小私汽車備章嗎 可能沒有 因為我們那個備章 已經沒有了 所以你們買的是不會有備章的版本 可是它顏色有很多 你們可以自己去選 好 你們去看我們那個尾牙照片 大家都穿那個 我跟你講我們昨天整群有沒有 進去這個美孚飯店啊 人家以為要來檢查消防 好 昨天整群進去KTV 那KTV想說 欸他不是昨天才來檢查過了 今天怎麼又要來檢查 消防 沒有 不是 我們不是消防 檢查消防 呵呵呵 柏月說 有人說油電車裝接定一些會更省 更順之類是真的嗎 欸我不建議喔 柏月 油電車的電路 坦白說 連我們這種專業 我們都不太敢去亂動 真的不要亂弄 那個是真的會出事 而且其實我上次跟大家聊過 像這種電車要換電池 他們的這個維修的這個停車格是特殊的 不是隨便停在維修場就可以維修 他們要絕圓絕城 才可以去修這個大電的東西 這不是隨便可以亂修的 好 因爲那真的是蠻危險的東西 一般人最好是不要亂弄 我是不建議亂弄 好不好 Matisse值得再翻新嗎 我覺得要看你自己耶 有些人自己有情懷 喜歡那個車 其實沒有什麼值不值的問題啊 對啊 有時候回憶是無價的 我最近因爲我收了很多老車 如果你們都有追蹤我的IG 誒有沒有追蹤IG啊 還是你們這老人沒在用IG的 我們這種 雖然有點年紀了 也要跟上年輕人對不對 要用一下IG嘛 可以追起來 IG裡面有時候會有一些 Facebook沒有的東西 公司今年沒尾牙 改發現金2500 誒媽隔壁了 2500以上全部都退回來 媽人家才發2500而已耶 那媽咧 人家才發2500 誒超過2500 明天都回收齁 發群組了啦 人家公司才2500而已 幹超過2500我全部收回來 媽的 CT200大電池快壞掉之前有什麼徵兆 也是需要注意的 誒 好不好 CT200它會有發不起來 無法啟動 或者是這個 它其實它的視窗 提醒的視窗會跟你講這個電池 電池 我忘記它講什麼 反正電池就是有問題 然後回上檢查 我們那個CT200藍色那台裡面 好像某一集科P就有亮燈了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可是我忘記它內容寫什麼了 老車開去老建築拍照才有時光倒流的感覺 哦 比起這個時光倒流 我比較喜歡那種科技的衝擊感 哦 我喜歡把老車開去跟飛碟一起照 這種有沒有 視覺衝擊的東西 啊 開老車一定要跟 找老妹拍嗎 不是吧 你還不是喜歡看年輕妹 男人不是這樣 你20歲的時候喜歡18歲 30歲也喜歡18歲 40歲也喜歡18歲 到你60歲你還是喜歡18歲 好不好 要從一而終 不一定要老車就是一定要找老建築 老妹對不對 不一定嘛 像找我老婆這種年輕正妹 也可以啊 為什麼老車一定要找老妹拍 對不對 很喜歡VOVO14年左右那款 S60 V60 家裡長輩對那一代 跟福特共用變速箱很反感 請問小事有解嗎 我跟你說 這個一定要反向思考 正因為他跟福特共用變速箱 所以我要買他 為什麼 因為萬一他壞了 修很便宜 跟福特一樣的錢 開VOVO 你保養維護 跟福特一樣的錢 可以開VOVO 為什麼不要 為什麼不要 你回去問你的長輩 為什麼不要 難道你一定要花這個VOVO 他專用的變速箱 壞掉一顆十幾二十萬的時候 你才覺得你開了VOVOVO嗎 好不好 我教你一招了 會不會講 說服他 然後找我買 三代GS350推嗎 都推啊 Lazos的車都推啦 我想Lazos的車就是這樣嘛 這個其實他的定位很明確 他就是Toyota的升級版 所以你的人 你如果是要的是一個穩重 然後比Toyota隔音更好 比Toyota更安全 比Toyota更穩重感 然後Lazos的廠牌 開出又比Toyota有面值一點 土山綠也跟Toyota類似相近 但是照顧起來 當然是比Toyota貴一點 然後你回原廠對不對 也有吐司可以選 也有黑絲襪送咖啡 直接升級就好了 那如果你要的是這個 比較不一樣的 比如說這個 當然帥不帥 我覺得每個人這個因人而異 有人覺得Lazos很帥啊對不對 但我覺得就是 你如果真的是 講求一點點 這個開車的樂趣 一定有更好的車 比他更有樂趣的車 那要看你自己覺得這個喜不喜歡 好不好 來來來 老闆 我以為老闆娘要拿蛋出來抽獎 有沒有 原野放木彈 這就是我們這個草上奔木場 好現場打一顆吃給你們看 哦 泰山 你剛好Cue別的 我不是說我吃啊 我說現場打一顆吃給你看 叫泰山吃啊 哦 有沒有 是我吃哦 當然你吃啊 你的時代有適合啊 熊竹天菜 多吃幾個蛋比較有精力 旺盛的感覺 這個蛋新鮮的好不好 如果你有小朋友啊 免疫力比較差的可以吃好不好 這個草上奔的 這個名字取得好 草上飛有沒有草上奔 王宇堅說 請問一下 同年份不同代數 以車商角數來收 是否有價差 比如說 20207月CRV5 跟2029月CRV5.5 有啊 你如果是5跟5.5就會有價差 好假設啦 假設 20201月 20207月的CRV5 那就是一樣的價錢 就一切以這個車況為主 但是你如果是5跟5.5 就代表有小改款 那價錢一定會有價差 租帶車跟計程車都不知道 知道不能買 那開Uber的車該怎麼分辨 怎麼樣避免開Uber的車 其實現在Uber的車都會有紅牌了 所以你只要查詢 尖底站的這個大牌有沒有換過 之前是不是掛紅色的牌 你就知道了 那其實這個問題有跟大家分享過 再久最早最早 台灣對Uber是沒有管制嘛對不對 所以你擔心的應該是之前還沒有管制之前 如果他是白排車的Uber怎麼辦對不對 那白排車Uber我覺得是這樣講 就算他跑過好了 如果說他是一個很照顧車子的人 車況很好的車 那里程數也沒有那麼高 車況也OK 其實我覺得有沒有當過Uber倒是無所謂 以車況為主 那為什麼二手車商都會收的比較低 其實不是因為做過營業車 而是如果我們回來要賣給下一個人 銀行在辦理貸款的時候 那銀行能夠給予貸款的成數就會降低 所以這就會造成二手車商 銷售比較不易嘛 因為一般你自備一成就可以交車了 結果你賣這種Uber車 你要自備三成以上 自備款 那是不是二手商在賣的時候 會變比較難賣 所以通常二手車商 遇到這種有換過牌的 計程車牌換過來 紅牌換過來 所以一定要扣價錢 的原因是這樣 我不知道我這樣講 你們聽不聽得懂 應該聽得懂吧 我表達能力應該還OK吧 哈哈哈哈 油電車煞車總包這麼貴 原廠報價要10萬 因為他要負責這個電能回收 好 你要問你愛車的價格 要記得私訊粉絲頁 好不好 給我愛車的資訊 那基本上 我們不適合在這個公開場合 去估你愛車的價格 所以你就一律私訊粉絲頁 我之後有空會回答你們 那講到這個 其實因為我最近收了很多老車 對不對 就有很多這個老車玩家 都找上小獅 然後想要賣小獅車子 那我通常我都會這樣表達 我都會想問他們說 你打算賣多少錢 因為他會問說 小獅哥我有一台 啊法的啦 幾年的手牌的什麼什麼 顧得很好啊 換了什麼什麼 那請問小獅哥你顧多少錢 那我通常我都會回答說 那你覺得你理想 你想賣多少錢 我自己有在玩車的人 我知道每個車主都附了很多的心血 在這台車上面 那我覺得 我不應該用一個車商的角度 來去貶低你的價格 好 因為車商 大家都說車商一定是想要收很低嘛 那對於我來說 我是屬於很尷尬的一個角色 因為我自己玩老車 我又是車商 那我 裡外不是人啊 啊 叫什麼 蚊子上人不打 拍一拍 不知道是要拍還是沒拍 拍太大人 會痛 拍太小了 拍不死 又叫蚊子上 就是屬於那種進退兩難的那種狀況 很尷尬 好我去跟你出很低 好像顯現說 我是車商 都要收很便宜 然後我去貶低你車子的殘值 我覺得這種事情 我又做不下去 因為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我自己整理那麼多車 我知道要付多少心血在裡面 那我聽到他那個理想的價格 可能跟我們的預想有一個差距的時候 我說你可能比較適合說 去這個社團啊 老車俱樂部去自己賣 他說啊 小四哥 這個 你覺得這個殘值多少錢 我說 我可能可以跟你講 我想跟你買多少錢 好 礙於我的角色 我想跟你買多少錢 但是我不能去鑑定說 你的車值多少錢 他們都問說 我的車值多少錢 我的車剩多少錢 那通常那種車 我沒有辦法給他一個數字 因為我認為那個數字是無價 真的啊 你就算 一台媽破破爛爛的車 剛剛有人問我 Matisse啊 他想要賣我二十 他說我想賣二十萬 我都不會懷疑 我都不會頓爹 我都不會覺得說 我這個人怎麼這樣 不會 因為 他在你心目中有二十萬的價值 那 你就可以等待有人二十萬跟你買 或者是你 沒有二十萬你就不要賣 好 他在你心中的價值 絕對值這個數字 但是在我這邊不止而已啊 但是我不能去幫你定義好不好 所以一些老車系最近蠻常遇到這個問題啊 因為大家看我一堆老車在那邊進進出出 就很喜歡來問我啊我坦白講 我說我要開博物館我也還沒有那個能力 那我每一台車都跟他高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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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 我滿場後車也沒有在賣 我真的也沒有在賣 放在那邊不知道幹嘛 然後在那邊淋雨有時候我也很心疼 然後一直要找時間幫他拍片 一直要找時間整理他 然後一直排隊 很多人在問我薩巴九千 我跟你講薩巴九千還放著還在排隊 還整理不到 所以我有時候覺得這樣也很不好意思 我覺得這樣也很不好意思 所以這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一個卡在中間很不舒服的那種 那種感覺啦 真的是不喜歡那種感覺 海洋感知器一定要用原廠貨嗎 我跟你講喔 海洋感知器這個東西很重要 就是為什麼我們常說要找這個有經驗的老師傅 跟專修廠 我給大家分享一個經驗 我之前有一台Jaguar的2.2的X-Type 亮引擎燈就是海洋感知器 那我到一個老經驗的師傅那邊去修 他覺得依他的經驗 他覺得這一顆他看起來覺得很像福特的某款車 然後他一查料好起來好像一樣 他就叫了福特了 一千多塊 他就把我的引擎燈消掉海洋感知器修好了 所以我說這個東西坦白說 就連我可能也沒有那種經驗說 除非我修過我知道 要不然一般真的看到那個東西 知道說要用什麼相對應的副廠零件 Bosch 這個Bosch的都一顆 這是哪個廠牌的哪一顆 一般經驗老道師傅其實OK的 我覺得連我都是外行 坦白說 但是如果真的序號對了 基本上就OK就搞定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好不好 那謝謝各位今天的陪伴 那祝各位新年快樂 那一樣老話一句 過年期間要注意行車平安 過年前後車子都比較多 要注意行車安全 大家晚安啦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